哈喽大家好,我是幽灵 欢迎来到全面战争模拟器 今天咱们来改造亡灵巫师 这也是之前很多小伙伴提议比较多的角色 既然是改造,当然是要把它优化的更加强大一些 首先依旧是来换行头 官方版的巫师,他身上和死神一样都是简简单单的 几块布一裹就搞定了 在我这里可不行 我一定要给他好好的置万一下 挑选一个骷髅面具,把两个脚换成暗金色 面具保持灰白色就可以了 如果头上单独就戴这一个面具会很奇怪 而且要是巫师,肯定要给他搞个兜帽戴上 这样看起来就舒服多了 衣服咱们就使用这款祭祀长袍 把颜色换成淡黑色,边条可以随意搭配 我这里用的是紫色和黑色来搭配的 再安装一个护肩,颜色也改成淡黑色 上半身全部搞定 裤子是不需要的 这里有一款非常好看的鞋子 比较适合骷髅来穿戴 这样整体的造型就完成了 下面我们去搭配武器 咱们把萨满的法杖给借过来 另一只手使用暗农手臂,投掷武换成冥火 技能搭配也要有讲究 因为咱们是巫师 主要依靠召唤技能和辅助打击来消耗对手 咱们不是硬钢的近战 所以这里需要使用召唤女巫的技能 还有墓碑技能 恐惧技能是解围用的 还有一个可以变成紫色旋风的技能 也是防止被敌人围住以后的一个反击效果 最后还有一个远程格挡的技能 树枝方面血量1000,尺寸1.2 其他全部都是默认 马上我们去实战中来展现一下这款亡灵巫师的战斗效果 现在巫师是有两种召唤术 一个是法杖的召唤亡灵 一个是技能的召唤女巫 这样一来我们召唤的频率就会大大提升 暗农手臂发射的频率也非常快 这样就能很快把敌人变成亡灵 召唤出来的女巫也可以给敌人带来一定的困扰 此刻老国王是顶着治愈术就杀了过来 很可惜,他要不了我的性命 血量下降到一定激数时 就会触发龙卷风来保命 巫师一共有四个保命技能 第一个是防远程的阁挡 第二个是墓碑技能 敌人贴身以后会自动触发恐惧技能 龙卷风就是刚刚说的那个触发条件 目前这样一个搭配总体来说还是非常不错的 攻防都有,主要就是打消耗战 这也比较符合亡灵巫师的特点 咱们再和奥丁来单挑一下 双方都有召唤术 不过奥丁的攻击方式也有很多 永恒之枪我们这边还可以用阁挡弹调一些 但是奥丁的水晶战士也非常厉害 那么巫师只能依靠明火把水晶战士变成亡灵 这样才能和奥丁打持久战 和奥丁的胜负基本上也是五五开的局面 巫师要保证不被奥丁天身攻击 即使有龙卷风护体也扛不住太久的 远程咱们不怕 分散的水晶枪伤害是很低的 如果是以前的冰枪 那么结果就不一样了 胜负判定 最终奥丁还是没有冲过来 好的咱们这期的胡编乱造就到这里结束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咱们下期再会